你好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日本新中产阶级 这本书中文版大约20万字 我会用大约25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 日本新中产阶层的崛起啊 是如何带动日本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的 日本这个国家也非常有意思 那几乎大部分日本人呢都属于中产阶层 日本曾经有一句话呀是这么说的 叫一亿国民进中产 换句话说呢就是绝大部分日本人呀都是中产阶层 那这个阶层呢也有很多叫法 比如说上班族啊 工薪族白领啊 女白领就叫OL是吧 我们都知道啊 如果一个国家中产阶层的人士越多 那这个国家呢就越稳定 这是因为中产阶层啊 它属于有产者 虽然产业不多啊 比不了那些富商巨股 但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有房有车有存款 他们当然的不希望社会动荡 只愿意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 安然度日 所以说呢 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的稳定的力量 同时呢 他们本身也构建了社会运转的模式 是社会运转的主体 这本书的作者叫傅高义 是我个人非常敬仰的一位学者 他曾经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 也是一位优秀的东亚研究者 那费正清呢 大家知道吧 他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中国问题的专家 费老和傅高义俩人呢 都是基辛格的智囊 在中美关系打破僵局的过程中啊 给基辛格出谋划策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后来呢 到了50年代后期啊 傅高义开始深入了解日本 他亲历了日本从战后衰败到经济崛起的过程 他曾经感慨的说啊 得天不厚的日本 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 处理得如此头头是道呢 那经过了深入探究啊 他发现日本的成功 关键在于独特的组织能力 措施和精心的计划安排 于是呢 傅高义老师大笔一辉啊 写了一本书叫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 那这本书呢 被称为美国企业家的葵花宝典 那这本日本新中产阶级呢 这本书啊就更加接地气 他是当时傅高义和他的前妻啊 在1950年代一直到1960年代啊 这前两口子啊 他俩花费了十年的时间走访了东京一个叫M厅的大部分居民 最后写作而成的 那当时呢 这两口子也住在M厅啊 为了让居民说实话 他们想尽办法呀 成为居民们的知心大哥和大嫂 当然现在是前大嫂是吧 所以这本书啊 是根据详实的田野调查写成的 傅高义的老师啊 曾经告诫他 在你决定教书之前 应该富吉海外 在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 并且禁淫其间啊 啥叫富吉海外呢 吉呢 就是上面一个竹子头 下边一个吉时的吉啊 意思呢 就是书箱啊 装书的箱子 换句话说啊 你应当带着书去异域文化 深入体验当地的生活 所以呢 日本新中产阶级这本书啊 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感召下实施和完成的 今天呢 我们也乐于谈论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 我们生活中的快乐与悲哀 而日本的故事啊 或许能提供一个参考的标系 好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呢 那么下面 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内容 成为一个日本中产者啊 到底有多难 哎 第二个重点内容呢 日本中产阶层是否也会变得 特别油腻啊 面临着上有老 下有小的窘迫生活 最后一个重点内容呢 日本中产阶层是如何推动社会秩序的变革的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啊 成为一个日本的中产者到底有多难啊 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啊 既然叫日本新中产阶级 那么应该有旧中产阶级吧 应该有老中产阶级吧 确实 傅高义认为啊 在二战结束之前 日本中产阶层主要是独立的小业主 还有一些地主 那到了二战之后呢 二战结束之后 在大公司里工作的人开始成为了新中产的主流 当然了 不是说那些小业主和地主就被消灭了啊 他们还是中产的一部分啊 但是只不过不是主流了 那在大公司里工作的中产者啊 被称为白领 也叫工薪阶层 那么成为一个日本白领 到底难不难呢 说实话呀 还真的挺难的 你要想成为一个每天拎着公文包啊 西装革履 不担心被裁员的白领阶层啊 就要从娃娃抓起 你要通过一系列考试的洗礼 才能实现自己的白领梦 傅高义特别幽默的说啊 他说除了考试 没有什么需要长年的规划和艰苦的努力 就算结婚也没有考试那么艰难 这点跟中国差不多 是吧 甭管您是高中大学还是小学 甚至幼儿园 都会筛选掉大部分的申请者 就算申请成功了 您还得参加考试啊 也是九死一生的事 作者说呀 对于M厅的老百姓来说呀 通过这些考试啊 就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困难 也确实是 是吧 日本有个词叫考试地狱 可见也没比中国好多少 如果你顺利的通过了这些所有的考试 那么进入一家大公司的概率呢 就会大大提升 你一旦进入了大公司 成为一个标准的白领 基本上呢 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因为大公司很少才人 还能肩负起帮你养家糊口的重任 还有一点呢 日本跟中国比较类似 就是日本大学啊 也基本上是严禁宽出 考进去挺难 但是一旦进去 您想避不了业都难啊 当然了 还有一些极为不靠谱的这个学生啊 这都是例外 但是你看美国大学啊 大一的新生的退学率是非常高的 就算您考进去了 如果学习啊 能力太差 还是有可能被扫地出门的 那对于M厅的老百姓来说啊 跟日本其他地方的居民也差不多 那择校的时候呢 特别谨慎 东京大学是日本国立的最高学府 那一旦考上毕业之后 进入政府机关或者进个大公司啊 这些问题都不大 大学下面呢 就是初中和高中了 啊 您优秀的私立学校教学水平啊 肯定比公立的好 啊 这个 但是学费呢 又特别的高 所以呢 只有有钱人才上得起私立 还有就是幼儿园也很重要 哎 如果你进入了一所名牌大学的附属幼儿园 您就能一路凯歌 最后进入这所大学 日本人管这种幼儿园啊 叫自动扶梯啊 只要上去了 您不用动 哎 就能给您送到名牌大学里 可是这样的自动扶梯幼儿园啊 学费是非常高的 而且考试啊 还特别难 门槛啊 跟喜马拉雅山差不多 傅高一通过对M厅的考察发现 在日本考试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 也关系到一个家庭的荣辱 父母与孩子共同承担着考试带来的焦虑 牺牲 激动 和悲喜 最近有个印度电影啊 叫起跑线 也是讲这事的 是吧 看来咱们亚洲的娃娃们啊 生活确实不易 比如M厅的母亲 对孩子的教育呢 要承担着特别重要的责任啊 因为老公得上班挣钱呀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母亲啊 通常也没啥文化 好多母亲连小学都没毕业 所以他对于孩子的这个作业问题呢 都解答不了 然后呢 就被迫请家庭教师啊 所以请家教呢 在M厅呢 就特别的普遍 话说回来了 咱中国现在小学的课程也够难的 我闺女好多作业让我看 那我也看不明白 他经常特别鄙夷的说 爸 您真的是这个大学毕业的吗 您真的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吗 反正日本家长啊 都挺苦的 如果孩子学习很差 被要求进入到这个特教班 那就是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 组成的特殊的班级体 叫特教班 如果您的孩子一旦被送入了特教班 家长呢 就会感到脸上无光 这个恶像胆边生 恨不得把孩子的皮给拔了 但是呢 还得四处找关系托人 争取让孩子呀 留在这个常规班里边 继续学习 傅高义经过调查发现啊 虽然日本考试制度极为残酷 但M厅的居民 却认为呀 考试是一个公平的手段 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虽然也会遇到 比如说社会背景的影响 但整体来说呀 还是要靠一个人的能力 来决定 他是否能够进入 自己心仪的大公司去工作 有趣的是 这么冷酷的考试制度啊 应该竞争残酷 让人人自危了吧 但是傅高义发现 还真不是这样 日本确实是一个低竞争的社会 你一旦考进了大学呀 您考了多少分 考第几名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他说 这可能是因为M厅的人呀 会刻意不去恶性竞争 考上的同学呢 不会被嫉妒 考不上的孩子呢 也不会认为是邻居 抢了自己的饭碗 反而认为是陌生人干的 所以呢 他不会肚恨 傅高义没有指出 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呢 大概就是日本人本身啊 他就会回避竞争 这是日本人的国民性 他不喜欢竞争的这个国民性格 造成了他们不会去恶性的竞争 所以他们宁可认为竞争者是陌生人 也不愿意跟自己的好朋友成为敌人 好 这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我们讲述了 你要想成为一个标准的日本白领 必须要通过严苛的考试 就算您家里有钱有权有背景 也不过是获得进入大公司的一些优厚条件而已 比如可以选择更好的学校 反正你要是没有学历 进入大公司的几率呢 几乎为零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部分重点内容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 进入了大公司 光药门没了 父母呢 也结大欢喜 那么你期待的日本中产生活是啥样子呢 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 到了中年开始油腻 焦虑 过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呢 也是 也不是 属于中产阶层的焦虑啊 好像各个国家都有 看似雷同呢 实则区别很大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分为两个小的知识点来讲解 一个知识点呢 讲中产阶层的消费习惯 一个呢 是讲中产阶层的家庭关系 我们先来说说消费 一句话概括 M听的上班族的消费习惯是 井然有序 说好听点叫井然有序 其实啊 应该叫精打细算 但是精打细算不是说这个平常过日子 扣扣扫扫的 中产阶层的收入啊 一般都比较稳定 所以他们在消费层面比较容易 有秩序感 简单说 您知道下个月你能挣多少钱 就能决定我这个月到底要不要买台采电啊 或者出去吃顿龙虾鲍鱼 您心理上基本上是有谱的 对吧 傅高一发现M听的中产阶层啊 不怎么给孩子存钱 比如说在日本农村啊 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杂货店啊 这个解游杂货铺这种是吧 都是长子继承家里的财产啊 房子地呀啥的 那么长子呢 他继承了家里的财产就有义务来照顾父母 这些长子其实更加焦虑一些 因为家里财产呀 原则上你必须得继承 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 但你继承了吧 未必就一定能挣钱啊 万一经营不善 还可能这个破产关门 同时呢 您还得照顾年迈的父母 但中产阶层啊 就不一样了 他们退休之后呢 都会拿着还算可以的养老金 只要身体不出问题 基本上不会给孩子带来过重的负担 而且进入了这个60年代之后 日本的医疗养老行业都在飞速发展 所以即使身体不好 也基本上能够独立的生活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日本有那种养老机构 他们定期上门给老人洗澡做饭 那价格呢 非常低廉啊 因为有一部分这个是政府给的补贴 不过呀 虽然他们不用考虑给孩子这个攒钱的问题 但生活呢 还是得精打细算 因为开支本身啊 也不小 孩子上学就是家庭支出的大头 啊 这傅高义经过调研发现 M厅的家庭啊 60%的财富是用来支付孩子教育的费用 比如一个日本男中产 在32岁的时候生了个孩子 那一直负担教育费用 到孩子20多岁 孩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 啊 这时候自己呢 也面临着退休的问题 虽然这退休金啊 还能维持生活 但毕竟不如上班挣得多呀 啊 要想过得好点 是吧 您还得出去再去打工去 所以M厅的家庭最大的支出啊 是孩子的教育 其次呢 是房子啊 这好像跟中国都挺像的啊 但还是有些不同的地方 当时日本年轻的中产者呀 一般都不着急买房 比如说M厅的房子 一般是不出租的 要想住 你只能买 年轻人呢 就开始先在东京族房 或者跟父母这个借宿住一块 最不济的 还能住在公司提供的这个宿舍里 他一直到这个首付攒够了 才开始买房 那当时啊 一套房子 一般的首付 相当于一个家庭 两年的全部收入 各位可以算一下啊 放在今天的北京 如果你家庭的年收入 是20万的话 那么一套房子的首付 就是相当于40万 那其实还可以承受 对吧 你只要进了一个稳定的大公司 辛勤工作几年 就算不靠这个啃老 也能支付这个首付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日本中产阶层的消费生活 我们不去评价 他们买衣服 买包的事 而是来整体叙述一下 对于中产家庭 最重要的消费和支出 刚刚结婚的时候 一般是女方提供家具 房租啊 或者是买房的首付 是男方家里出的 但大部分年轻夫妻啊 都先不买房 而是窝居在这个出租屋里 努力攒钱买房子 买了房子之后呢 就要更加努力攒钱 为孩子的教育啊 以后孩子结婚的嫁妆 还有房贷做准备了 跟美国的中产阶层相比啊 当时日本中产的生活呀 确实要困苦一些 反正美国人不怎么攒钱 是吧 这大家都知道 因为教育医疗等的这个支出啊 相比日本没有那么大 这是日本人长期的消费习惯 另外呢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短期的消费 一个日本男中产呀 发了工资 第一件事是啥呢 交给老婆大人 交给夫人 夫人呢 一般把工资分为三部分 一部分呢 是老公的零花钱 这部分非常少 有的时候啊 也就够吃个午饭买盒烟的 那第二部分呢 家庭日常的支出 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 还有呢 就是孩子的教育支出 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存款 其实啊 这本书讲的是六十年代的日本 到现在呢 几十年过去了 日本呀 还是这样 有人说了 你看日本男人 下班了都这个不回家 得出去喝酒应酬 如果给的钱那么少 怎么能去花天酒地呢 有个特别好的办法呀 就是加班 加班费是不用上交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 日本人爱加班是因为勤奋 当然有的原因了 但很多男职员加班啊 要么是因为没地儿去 又不好意思回家 显得自己连个朋友都没有 要么呢 就是为了多赚点加班费 好能出去 公酬交错一番 总之 无论当时的日本中产 还是今天的日本中产阶层 整体来说呀 生活还是比较勤俭的 虽然在泡沫经济的时候啊 他们也开始大手大脚 买房买股票 打高尔夫球 但泡沫经济在九十年代崩溃之后啊 他们又回归到了勤俭的 相对理性的消费生活当中 好 这就是第一个要点 M厅中产阶层在消费方面 是井然有序的 他们必须要为长远都打算 攒钱 买房子 支付孩子的教育支出 那第二个要点呢 是中产阶层的家庭关系 在二战之前呀 日本已经确立了家庭的重要性 当然了 这也有历史文化的延续 但简单来说呢 当时日本社会达成了某种共识 家庭呢 应该蕴含着孝道 严勉子嗣 比如说在日本啊 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样 家里的土地啊 是不能轻易出售的 因为卖了土地 就会被认为是辱墨仙人 前面讲了 日本是长子继承制 这是被写入民法的 老大继承家业 其他孩子呢 自谋出路 那要是没有儿子打扮呢 女婿也可以继承家业 算是入罪吧 但是得改姓 现在呢 基本上不用改姓了 这叫续养子制度 在中国呢 入罪好像是 奇耻大乳一般 是吧 但在日本呀 没有那么严重 是可以被接受的 其实长子继承制度 有很重要的意义 学者啊 弗朗西斯福山就说了 长子继承制度 让其他的孩子 去自谋出路 这样呢 就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性 那么反观中国呢 中国古代在未尽之后啊 基本上家里的财产呀 是平分的 根上呢 是黄泉呀 担心地方的势力太大 就迫使家族财产呀 进行平分 结果呢 家族财产就是越分越少 最后呢 所剩无几 所以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呀 是在隋唐之后才有的 那到现在是吧 你看这第三条解释啊 还有兄弟姐妹 为了争抢房子 大大出手呢 但是到了富高义 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啊 通过M听 他就发现 日本这种家族观念和家庭结构啊 也在发生变化 这与日本现代化的发展呀 融为一体 这种变化概括来说啊 分支家庭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对家族的概念啊 越来越淡薄 另一方面呢 企业飞速发展 企业为每个家庭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的保障 大的家族的维持啊 也就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 举例来说 在二战之前啊 在M听的一个家族中 父母的决定是绝对权威的 父母让你娶谁 你就得娶谁 让你嫁给谁呢 你也不能反抗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之后啊 富高义开始调查的时候 父母的权威被大幅削弱了 他们的意见呢 只能作为参考 随着日本近代化啊 小家庭的分工呢 也有一些变化 但总体来说啊 传统的痕迹啊 还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在日本的渔村 女子是不能上船的 那很多神话故事呢 都认为日本的老娘们啊 上船这件事呢 是不洁净的 那么男人呢 男人是不能干家务的 男人干家务就跟老娘们上船 是一样的啊 大逆不道 这样的模式基本上 也是被社会广泛认可的 大家认为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分工啊 男主外女主内 富高义认为啊 很多传统的日本家庭啊 男人连泡茶都不会啊 如果媳妇不在家 宁可自己渴死 也不会去泡茶 如果邻居知道了这事呢 一般会指责妻子啊 说你不靠谱啊 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老公 到了现代化之后呢 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啊 有了一些变化 但变化的过程啊 非常缓慢 男女平等这个基本的理念呢 大家都接受了 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呢 却还没能做到真正的公平 富高义就发现 M厅的老公也就是 偶尔干干家务 带带孩子 如果媳妇不在家呢 自己忍急挨饿的现象啊 依旧很普遍 当然了 这事还有很多原因 比如这个有样学样 是吧 父母这辈就这么过的 对下一代的影响呢 也是比较深的 还有呢 就是男人呢 就是要面子啊 你当着客人朋友 让他做饭 他肯定不愿意 总之富高义认为啊 男女分工与男女平等 虽然有一些差距 但这样的分工 维持了家庭的平衡 基本上还是一种 相对稳固的形态 好 这就是第二部分的重点内容 我们讲述了 日本M厅 中产阶层的消费 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在消费方面呢 M厅的大部分中产阶层 都要考虑孩子的教育支出 平时的消费呢 也需要精打细算 做到井然有序 在家庭结构上啊 小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男主外 女主内 还是主要的家庭分工的模式 我们再来看 第三部分的重点内容 中产阶层是如何 推动社会的变革的 日本在二战之后啊 进行了一系列变革 催生了中产阶层的广泛崛起 而广泛的中产阶层的存在呢 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但另一方面 傅高义经过对M厅的观察发现啊 社会的变革 也是在中产阶层的推动下 才得以实现的 经过田野调查啊 傅高义认为 日本中产家庭 虽然也经历了一系列社会的动荡 但依然呈现出了受控 和有秩序的图景 整个社会没有出现 类似欧洲那样的 大量的社会重组 也没有出现彻底打碎 社会结构的大的革命 大部分日本家庭啊 都能井然有序的拥抱新时代 好 那么中产阶层是如何推动社会变革的呢 傅高义的原话说的是 现代化以前 日本具备高度共有的民族文化 政治局面安定统一 工作勤勉 效率很高 这些特质啊 为日本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具体来说呢 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小的要点 每一个呢都很好理解 一个呢是长子继承制的优势 一个呢是社会流动 有效控制 一个呢是对群体的有效控制 长子继承制 咱们前面讲了 长子要继承家业 那么其他孩子呢就得自谋出路 于是呢就为后来的城市化呀 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这些人如果受过良好的教育 就能成为白领 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产阶层 在这一点上 欧洲恐怕也没法和日本相比 欧洲家族如果后继无人 通常他们的土地呢 就会被领主分割殆尽 财产呢就无法延续 但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啊 特别灵活 财产呢就能保存下来 那没得到继承权的孩子 您就得自谋出路 他们要么当学徒 要么继续读书 进入大公司工作 所以日本资本主义实践过程中啊 就没有出现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因为劳动力呢足够充足 第二呢是社会流动性的控制 这个也很好理解啊 其实呢就是通过一种担保制度 控制城市人口过多 在20世纪30年代啊 日本就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局面 那么在60年代呢 日本经济飞速发展 就业机会增加 但就业人口呢也在飞速增长 虽然咱们说啊 你考上了名牌大学 就有机会进入大公司工作 可是在很多情况下 你最好有一个靠谱的担保人 担保人呢可以是你老家 德高望重的老乡 也可以是你的大学老师 可以是公司里的前辈 总之呢有担保人做背书啊 能让你事半功倍 同时呢 你也要对担保人负责 您不能坐监犯科 给担保人丢脸 这样呢就在一定程度上 控制了人口的流动 如果是那些低素质的 或者名声很差的人 是无法获得担保的 无论是公司还是一般店铺 都很难接受他来工作 最后一点啊叫群体控制 这个概念呢并不是说政府啊 或者社会对群体进行控制 而是说日本人自己愿意 在一个稳固的群体中生活工作 不愿意脱离开去 日本人不愿意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更愿意在一个既定的组织里 获得稳步的晋升 农民呢一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 特别是地主 匠人呢也不愿意抛弃自己的手艺 虽然也有人把农活交给妻子打理 自己去这个城里打工的现象 但总体来说啊 有地就不去打工 还是非常普遍的 虽然日本人比较保守啊 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人生 但他们对于促进群体内部的革新呀 倒是特别的积极 比如说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升技术啊 从而推动公司的革新 丰田汽车啊 有个提案之路 就是每个员工都可以提交自己的 革新的想法 您的想法一旦被采用啊 就会有一定的奖励 还比如说小业主既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店铺 那么就会更多的思考自己产业的将来 在选继承人上就会特别的谨慎 这些因素呢 也是日本有很多百年老店的原因之一 好 这就是第三部分的重点内容 日本中产阶层本身呀 也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既有的社会结构没有遭到巨大的破坏 社会流动性呢 很有活力 而日本人的保守啊 又没有让这种流动性过于混乱无序 好 这就是这本书的重点内容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吧 第一个重点内容 成为一个日本中产者呀 到底有多难 难就难在呢 您要通过一系列严苛的考试 才有机会晋升为白领 第二个重点内容呢 日本中产阶层是否也会变得油腻呢 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窘迫生活呢 当然这是调侃啊 在消费方面啊 日本家庭最大的支出呢 就是娃娃们的教育支出 不输在起跑线上 看来是大部分国家的追求 日本中产的家庭分工啊 依然是男主外女主内 傅高一认为呢 这也是一种相对的平衡性 最后一个重点内容 日本中产阶层如何推动社会秩序的变革 这得益于日本人自己的传统家庭结构 长子继承制 让社会流动性变得更加积极 但担保人制度呢 又可以避免社会流动过于频繁 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好 这就是这本书的解读啊 别着急啊 还有一段话呢 我没说完呢 在傅高一夫妻对M厅的田野调查的30年之后 傅高一的妻子啊 其实当时已经是他的前妻了啊 又一次重返M厅 他发现啊 30年里 虽然他和M厅的居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变化呀 依然让他觉得非常的惊讶 泥土路变成了柏油路 旧式马桶呢 变成了智能马桶 女性呢 不仅仅在家里相夫教子 也可以出去上班了 但有些艰辛啊 依然存在 孩子呢 还是得刻苦学习 希望考上名牌大学 丈夫呢 还得努力工作 甚至呢 要当个工作狂 还有人呢 过老死 但整体来说呀 傅高一的前妻 依然能看到M厅让人欣喜的样子 他充满深情的写道 M厅的居民 满意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成就 不再渴望模仿西方 日本的社会关系井然有序 而且可以预见 服务品质可靠 人人工签有理 努力和忠诚 均有回报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